好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英格莉 通關這次的地獄集 這個是沒有鐵扇沒有真飾 而且隊員是臨時抽配置的劇本 第一關兩隻怪 左邊手殺那右邊是扣血70% 英格莉這邊有帶神跟魔 所以嚕過去會變成強化珠 然後也會直接被動幫你加4combo上去 左邊這邊的話打死那右邊會從扣血70變成扣血100 那這邊一樣直接轉就好 英格莉的平砍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珠子也都有兼具 好 第一關這邊就直接帶走 第二關的話是大魚等於六康 好 那我剛剛有提到齁 英格莉隊5技 直接把你加4康上去了 這邊就完全不用擔心齁 好 那他這邊要稍微再偷幾回合 好 而且可以看到他這樣輕輕轉 就打了快接近2億的傷害 好 他這邊打算慢慢磨嗎 好 這邊孤禍鳥跳起來把孤禍鳥開下去 好 這邊變到第二階段了齁 首消指定6 好 他這邊感覺在洗技能齁 好 來 這邊六康 OK 好 英格莉其實你有大力轉的話 傷害都會很不一樣齁 好 來 再來是不能首消水 然後他會把你冰封水 這邊直接開神下把水炸掉 好 那這一關也有一個強化盾齁 但是對英格莉來說不影響 因為嚕過去就變強化豬了 好 這邊神下的天降 還有加combo 打了20億 直接帶走 來 第四關的話是消50顆岸 這邊就比較麻煩一些些了齁 好 這邊是直接開基多拉 好 50岸看起來 直接被削掉了一大半齁 非常輕鬆齁 這邊再開二消下去 角色珠再抓出來用 好 那英格莉的二消是會持續天降的 好 所以應該很高的機率 可以把剩下的珠子消完齁 好 有 這邊岸已經消掉了 那要特別注意齁 這一隻是循環累積 所以如果 你在他CD0的時候沒有把他帶走 你的岸是要重新消過一次的 哇 這個天降也太乖了吧 65康阿 好 來 這邊直接帶走 好 英格莉再開一次喔 這邊是木岸星同等盾阿 那同時他也是有一個強化珠 強化盾阿 強化盾阿 好 這邊天降看有沒有再聽話一次 我覺得有過30都還算聽話阿 好 這邊來到40喔 好 這邊也是直接一波灌過去 接著第五關是索祭 然後你要消到6組屬性珠喔 新珠是不算的 好 那因為有弱轉無效 所以他這邊轉過去就沒有變成強化了 好 這邊一個首消8 有一組新 OK的 只要有6組屬性就好 好 三回合內要做到把他帶走這個動作 不然他扣血100%打過來 可能就要重來了 好 這邊有轉到沒問題 好 那右邊死 左邊就會跟著自殺了 來 接著不能首消新的部分 好 這邊就稍微去疊珠一下吧 好 他看起來是想當作一combo然後一起消 欸 也沒有 好 他這邊就稍微去疊一下 好 而且他用一個直行的疊法喔 橫行啦 那個 要消的擺中間 然後心讓他這樣橫行掉下來 好 這邊新珠一康 好 追打還不會死 好 這邊一樣再一康給他 好 他這邊應該是想要把技能稍稍的再洗回來 好 這邊 用一個直行 改用一個直行疊珠法喔 去疊新珠 好 這邊就帶走沒有問題 好 王一是上下電擊 這邊應該又是基多拉的回合了喔 這邊先把孤禍鳥補下去 欸 這邊不是開基多拉喔 是用泰迪 把電擊炸掉 然後再開神下把心炸了 好 這邊版面轉得很漂亮 OK 一血直接帶走喔 來二血風暴加八康喔 這邊就交給最後的英格力啦 好啦 這邊就先感謝觀眾齁 這一個 沒有真式鐵扇的英格力 也沒有十抽卡隊員的英格力 劇本來給大家做參考 那當然也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 他的手機感覺快爆炸了欸 好啦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啦 掰撲 喔